现在北京时间12点整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无染水正式排放入海 从此之后对于日本民众来说 除了311以外又多了一个数字 8月24日核无染水正式排海 再一次改变了日本民众 全球民众的生活 抢核辐射检测仪了 这个就源自于前几天中国央视记者 跑到日本检测核辐射 结果呢也就是日本福岛核辐射住址 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于是就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 要去跟日本做个PK 测量中国的核辐射这个全数翻车 尴尬了 昨天买了央视记者同款辐射检测仪 花了一笔重金 结果有点难过 因为我家测试的结果是3点多 比福岛还要高 感觉国内除了西藏和台湾不会超标 抱歉台湾不是中国好吗 不是国内 他说感觉国内除了西藏和台湾不会超标 其他地方都超标了 最近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政府大肆宣传 日本排放核废水的危害性之下 中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仇日情绪 恐慌潮 不敢吃海鲜了 不敢用日本的产品了 最后连自家的海鲜都不敢碰了 中国就喜欢做这种损人三分 自损七寸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 除了抢盐 最近又开始抢什么 抢核辐射检测仪了 这个就源自于前几天 中国央视记者跑到日本检测核辐射 结果呢 也就是日本福岛核辐射住职 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于是就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 要去跟日本做个PK 测量中国的核辐射 结果全数翻车 尴尬了 昨天买了央视记者同款辐射检测仪 花了一笔重金 结果有点难过 因为我家测试的结果是三点多 比福岛还要高 还有网友留言说 早知道就不检测了 我家还是新房子 结果检测出来 比日本还要高 我妈说应该是装修时的甲醛超标 然后打电话去装修公司要求解释 结果他们服务态度超差 说公司疫情期间已经倒闭了 欢迎去举报 唉 大家检测发现超标后 不要错误以为是我们中国不安全 实际上可能是你们家的装修公司 偷工减料 用了低成本廉价有害的材料 所以是我们自家室内问题 户外应该正常了 祖国大好河山不会有问题 大家不要再阴阳怪气了 国家不容易 我相信中国环境是相当健康和靠谱的 这时候我们要保持理智 你们这时候是保持理智吗 是保持弱智吧 我建议你们不要去抢什么食盐 不要去抵制中国的海鲜 也不要去抢什么核辐射检测仪 你们应该要抢的就是一个智商检测仪 每个人应该查一下自己的智商有多高 一个跟一个傻逼一样 还有人说 昨天我家1.8好尴尬 然后以为户外会很安全 结果去附近的公园直接2.0 然后我才恍然发现附近的工厂 每天都排很多的黑烟 好多年了 于是我就去附近的蔡市长 更尴尬了 2.6 然后我就是不服输 骑车去老家的湖边 总算安全了 只有0.2 但跟辅导没区别 算了你们不要留言了 一个留言比一个尴尬 那还有网友留言 记者留言说 我也抢到检测仪了 昨天差点没有抢到 后来多花点钱 抢到了一个贵的 但现实很残酷 我家卧室0.3 算比较安全 但也比辅导高一点 我家厨房0.8 明明我们家厨房已经很干净了 结果到了厕所 直接来到1.9 算了 日本临时不测了 不浪费钱了 昨天看好多人测试国内临时 远远超标日本临时 结果今天搜不到了 应该是被删帖了吧 感觉应该是被封号了 我不测了 不想连日本临时都比我家安全 更不想账号被禁言 大家别测了 感觉有资本家在操控 所以被删帖 国内资本家担心 国内商品检测超标后 再被疯狂抵制 所以我猜 应该是有资本家在操控舆论 不论如何 坚决支持政府的政策 这是什么逻辑啊 一遇到问题 什么删帖封号 大家都觉得 这是资本家在控制的 是那些有钱的大老板 因为担心这些国内不理智的网友 因为检测 发现国内临时原来更不靠谱 更加的辐射超标 现在我们都知道 连海鲜没有问题 他们都疯狂去抵制 万一这个事态发展下去 大家发现中国临时 这么不健康 都超标了 那更应该会抵制啊 所以说 这个网友 他的推测 怎么说 在他的角度上想 也是合理的 对吧 他觉得这个跟政府没关系 是资本家在控制 是马云在控制 是马化腾在控制 所以荧幕前的一些小粉 以后来我们的频道 你看到台湾人说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你们就这样回应 你说中国有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允许言论自由 只是资本家在操控 都是这些资本家导致的 真是个好借口 都走到今天这么丢脸尴尬的镜头了 他认为政府没关系 不是政府的错 我们要坚决 还要怎样 坚决支持党的政策 坚决相信政府的决策 所以你们还是应该要去选购 要抢购一款智商检测仪 比较靠谱 还有网友留言说 都别抢购了 也别测了 感觉国内除了西藏和台湾 不会超标 抱歉 台湾不是中国好吗 不是国内 他说感觉国内除了西藏 和台湾不会超标 其他地方都超标了 但是他说也能理解 国内这几年追求发展 忽视了环境保护和永续发展 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 国家会越来越好 还有网友留言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核辐射检测 也是日本产的 所以区别对待中国 你看又来 说什么区别对待中国 是中国自己区别对待自己好吗 就像前阵子我们看到 中国的一些零食饮料啊 那些可乐里面都是添加了 各种各样的那些食品添加 自己化学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结果中国网友 枪口一致对 说这些是外国公司 这些资本家导致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各个国家的这些食品安全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外国公司即便来到中国 也要配合中国当地的 食品安全的标准 他这里有提到 说这些核辐射检测一样 可能是日本产的 故意针对中国区别对待 我们看到他继续说 这个核辐射检测一样 可能是日本产的 所以区别对待中国 大家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定位功能 所以只要在日本检测 就安全 到中国就超标了 太双标了 我觉得很可能是日本产的 毕竟只有日本这种国家 才需要这种仪器嘛 国内要辐射仪器干嘛呢 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要抵制的是 这些辐射检测一样 但很遗憾这位网友 你不用多想了 大家是不可能会抵制 你这个所谓的 日本产的核辐射检测仪 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 中国在淘宝 京东等等的电商平台上 核辐射检测仪 真是一天比一天 销量还要高 他们平均每年的销量 还不如现在一天的销量 那有些厂家呢 甚至已经脱销售庆了 现在北京时间12点整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无染水 正式排放入海 从此之后 对于日本民众来说 除了311以外 又多了一个数字 8月24日 核无染水正式排海 再一次改变了日本民众 全球民众的生活 我今天看到这些新闻 我觉得真的太暖心了 前几天抢盐 导致中国的这个市场已经混乱 有些地方抢不到 正常的消费 买这些盐都买不到了 有些餐厅都买不到盐 严重扰乱社会市场的 正常的经营秩序 前几天又有什么抵制海鲜 一开始抵制日本海鲜 结果不知道传着传着 中国自家的海鲜都抵制 那中国最近这么多天 很多的海鲜市场都倒闭了 那很多的摊贩呢 这已经没有办法 甚至网络上开直播去澄清 或者是打感情牌 很多人是真的都哭了 两腿瘫软倒在地上 那些老人看得非常心疼 但是中国网友一概不买单 我不买我不吃我抵制 所以往常我们也常会看到 中国网友以及中国官方 中国的政府对外批评那个国家 批评这个国家 说你们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实上很多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你去批评别人做的那件事情 恰恰其实就是你自己做的 那另外要补充的一点是 当时中国央视女记者 在日本辅导检测的时候呢 中国的各大平台还直播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又翻车了嘛 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很多中国小粉 事实上非常的担心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央视女记者 穿的非常的少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面 包括中国官方的一直宣称之下 日本核辐射很高啊 而且你还去到了核辐射最高的辅导当地去检测 这个真的是冒死啊 你冒死就算了 你至少还要穿一点防护服 对吧 你不穿防护 你至少不要穿的那么暴露 对吧 结果这个央视女记者 不起眼的这些小细节就透露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 很多后来这些小粉的留言都被删除了 小粉看到央视女记者的检测之后 也纷纷买一些日本零食 回来检测 检测了之后 发现中国的这些零食啊 远远超标比日本的还要高 结果很多这些影片 在中国的各大社群平台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封锁 那有些直接被封号了 这也蛮暖心的 这也不意外嘛 过去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有些人就向平台申诉 那得来的回复却是说 你这是恶意检测 平台说 最近发现一些用户 透过恶意检测 什么叫恶意检测 这又让我想起来 以前中国不是全国封城那么多年吗 过年都不能回家 那有些人忍了几年 过年偷偷的回家 结果被当地政府发现之后 把他抓起来 很多人被抓了 但是他犯了什么罪呢 按中国的法律来说 他其实没有犯罪 但是在那个疫情当下 就给他扣上了一个帽子 说他是恶意返乡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还记得吧 那前阵子也有啊 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嘛 所以大家用一种讽刺的形式 向灾区去捐款0.01元 如果你有言论自由 大家可以批评政府 没关系 但事实上你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大家才透过 这种0.01元的方式 捐给那一个很贪污的红十字会 中国的官方立马就封锁了这些网友 不让你捐0.01了 甚至给出了理由说 你们这些人捐款 不管是捐0.01还是0.1还是1块 你们这些都是恶意捐款 这一次中国网友 在这种反日浪潮之下 以爱国之心去检测中国的临死 反而被贴上了恶意检测的标签 让人想想都觉得暖心啊 其实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放任不管 像是拨打这种骚扰电话 给一些不相干的人士 包括像疯狂抵制 中国政府除了放任不管 其实更多的扮演的角色 是推波助澜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压力 我前面几期节目已经强调了 中国最近这么多年的封城啊 企业很多的都倒闭了 很多人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国内的这个经济下行 下滑的这个趋势 大环境之下 中国政府其实是很希望 跟国外之间拉仇恨啊 就枪口一致对外 所以这个时候啊 中国政府是非常希望 大家能够讨厌日本 讨厌台湾 讨厌美国 那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放任不管 甚至背后推波助澜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的封城 再到最近几年的P2P的跑路潮 很多人的投资 全部都血本无归 再加上连中国的银行都倒闭 银行都跑路了 都拿不到钱 然后加上最近的房地产 很多的烂尾楼 甚至中国最知名的碧桂园 这种大企业都烂尾了 都拿不到房子 你说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你不去反日本 那总有一天 中国的这个巨大的 一个经济压力之下 这个大的压力锅 它肯定要炸开 对吧 所以说在这种 还没有到那个临界点 炸开的那个前提之下 中国政府当然他希望 中国的民众 仇日 仇美 仇台 所以话说到这里 大家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中国民众 最近这么的疯狂 像一个傻逼一样 可以完全这么说 已经疯狂到 连自家的东西都抵制了 也就是正是因为背后 有一股力量 在去推波助澜 去让他们这么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